關於高宏安今天助理費招起訴的事情 我在去年接受到助理向我求助 我看到這些帳粉、人證、物證還有市證的時候 我就預料到一定會有起訴的這一天 我也呼籲柯文哲主席 今天台灣人是因為不滿藍綠的政治治理 才給第三勢力一個機會 那今天因為高宏安整個第三勢力的努力 整個民眾黨的努力跟支持者還有國人對於民眾的期待 都瞬間化為無有 我相信柯文哲主席在現在這個歷史的時刻 一定可以做出明快的決定 那我也呼籲高宏安 你接下來一定是面臨這個法院 討法院的頻率比市政府的頻率還高 所以你自己會做出決定 呼籲你趕快辭去新竹市場的職務 也辭去所有民眾黨的黨職 好好的面對司法 也還新竹市民一個乾淨的施政 那請教一下 怎麼看高宏安接受判決定 那我覺得 我看到去年看到資料的時候 我已經非常清楚今天一定會有這個結果 因為人證物證都非常的齊全 那也有不超過 不敵於五個助理跟我說這件事情 那今天起訴書的新聞稿裡面也看到 這些助理也坦承他們配合高宏安 或是被高宏安壓榨 脅迫做這些事情 所以我想這不是遲來的正義 因為這今天只是起訴 那我相信後面的司法過程中 還是會把這些事情理清得更清楚 還新竹市民跟台灣人一個清白 郭靖哥應該想問一下說 因為他在這個過程當中好談到 就是說他其實所謂的公基金 根本沒有這件事情 他跟人說這樣的制度 其實是從再次成掉 是從李俊英委員當時的幕僚 當初遺留下來的制度 繼續來延用 那他這個手法可以再幫我們講一下好不好 佔領助理費這件事情 這些事情大家當然可以說他不清楚 可是每一張發票跟每一筆帳 都是清清楚楚的攤在陽光下 高宏安在記者會上數次提到 說他手上到現在還沒有這些帳 我待會就會把這些帳目 清清楚楚的公佈在我臉書上面 歡迎高宏安甚至全台灣人民 新竹市民一起看看這些帳 裡面到底有多離譜 不是一句他不知道這件事情 或怪罪於前立委辦公室留下的習慣 這個說法就可以撇清自己的罪行 那我覺得新竹市民接下來 一定會行使自己的政治權利 不管是罷免的連署 或是在議會的杯葛 所以我覺得高宏安自己應該要想清楚坦承面對 持去民眾黨自己所有的黨務 甚至持去政治職位 讓新竹市民有重新選擇的機會 另外想要想這個案子 其實原本他的前男友李仲廷也是遜在市中 不過因為北檢這次好像是比不起訴來做堅潔 那您怎麼看 我認為李仲廷當然是非常關鍵的這個案情的人物 那他是不是已經轉做污點證人 或是他的犯行過程是怎麼樣獲得不起訴 所以我們還是等這個起訴書出來 我們再來仔細的評論 因為高宏安他還提到說沒有詐領助理費這部分 因為每一個助理都真的有在做事 連真的有加班 會覺得說他還在找地方嗎 我想有沒有加班這件事情 他不能通案而論 就是他應該清清楚楚的把助理做了哪些事 加了哪些班 然後哪些應該領工資說得清清楚楚 那現在目前看起來 如果真的有加班 那就不會有這些帳本 那這些助理們也不會在這個偵查過程中 坦承他們現在所做的行為 所以我覺得這些事情都是太多了 高宏安自己非常自詩他傲人的這個學歷 然後也有財力 可是起訴書裡面也說到 他雖然有這些良好的天賦 然後良好的背景 可是他把自己的天賦濫用了 甚至拿來脅迫助理 然後來詐領助理費 我認為這個過程 其實給所有的政治人物 都一個深切的反省 你自己做的事情 到最後一定會真相大白的 那我也是民眾黨出來的 所以我也再次苦口婆心 第三勢力是非常難得 才有一個政治的舞台 歷史舞台 那過去是因為民眾不滿於藍綠 所以才期待第三勢力 期待柯文哲 期待民眾黨 我覺得柯文哲或整個民眾黨 不要再被高宏安拖累下去了 我們代表一個清新的力量 改革的政治力量 所以應該堅持這些改革 開除高宏安的黨籍 或是請高宏安 及早辭去新竹市長的職位 那我自己重新呼籲一次 我過去是因為民眾黨這些助理們求助於我 我才站出來把這些資料交給檢調 那如今看來這些資料都是千真萬確的 那助理們當然過程中會有擔心 甚至被恐嚇甚至被騷擾 所以我再次呼籲這些助理們 或是立法院所有的助理們 都不要擔心 我們的義務律師團 都一定會站在你們的背後 不管你們今天是還起訴 或是不起訴 或是被騷擾 我們永遠都會站在你們的後面 可是我沒看到就是說 他這次還有回應有關於 所謂的代電費用的部分 他說什麼像雙眼皮貼 洗頭費用 他說沒有必要為了虛虛的那幾十幾百塊 然後來去貪污 可是有真的有確實的單據 他有歸還嗎 就助理的說法 並不是高宏安所說的這樣 那所謂 因為惡小而不為 其實不是這樣的 我們過去看到 甚至有區區幾萬塊的助理費 也被起訴 然後也被進行司法的判決 所以金額大小 並不是這個判決或起訴的唯一因素 而是看你的動機 看你的手法 或是看你真正這個 對於助理做了哪些事情 那助理目前有跟你做過什麼樣的回應嗎 就是在港當的那個判決之外 他們總算覺得告一段落 可是接下來還有這個起訴過後的一審的判決 那我請他們不要擔心 如果需要任何的司法的資源或是律師的資源 我們這裡都會協助他們 畢竟這個事情是不是他們自己的事情 他們是受到的脅迫 所以我覺得以我的初衷幫助他們 然後也幫助民眾黨不要再被高宏安拖累 這個是我的初衷 所以我會盡全力幫助他們 我還是苦口婆心啦 我認為柯文哲是不知道這件事情 如果他第一時間知道高宏安這樣 我認為他不會挺他 那就看起訴書出來以後 柯文哲應該怎麼回應 我認為現在高宏安其實在民眾黨裡面 已經沒有什麼影響力 畢竟他的市政做不出成績 而且他的這個司法案件產生 我認為他在民眾黨未來也走不太下去 所以我希望他自己可以做出民智的抉擇 關於高宏安今天助理被遭起訴的事情 我在去年接受到助理向我求助 我看到這些帳粉 人證 物證 還有市證的時候 我就預料到一定會有起訴的這一天 那高宏安今天自己在記者會上面 提出來一些說法 當然不被檢察官採信 助理們也相當誠實的把自己所做的事情 甚至受高宏安脅迫或要求 用助理費來回銷這件事情 也交代得非常清楚 那我當初站出來的初衷 是為了助理們不要再受到傷害 所以我們把這些資料都交給警票 那如今現在起訴只是第一步 我相信高宏安接下來面對法院的判決 這些事實一定會更公開透明的 在國人還有新竹市民的面前 那我也呼籲柯文哲主席 今天台灣人是因為不滿藍綠 這個政治治理才給第三勢力一個機會 那今天因為高宏安 整個第三勢力的努力 整個民眾黨的努力 跟支持者還有國人 對於民眾的期待 都瞬間化而無有 我相信柯文哲主席 在現在這個歷史的時刻 一定可以做出明快的決定 那我也呼籲高宏安 你接下來一定是面臨 這個法院 跑法院的頻率比跑市政府的頻率還高 所以你自己會做出決定 呼籲你趕快辭去新竹市長的職務 也辭去所有民眾黨的黨職 好好的面對司法 也還新竹市民一個乾淨的市政 接下來高宏安一定是無心於市政 只是關心他的司法案件 這個不是市民之福 也不是台灣人之福 那接下來新竹市民 一定會啟動他們的政治權利 不管是在議會的盃 或是啟動連署的罷免 這個都是台灣人可以有的政治權利 那我們不希望事情到這樣 持續浪費司法還有政治的資源 那所以高宏安真的是要盡早覺悟 那也請柯文哲主席做出這個明快的決定